即使是说,我们本身知道,已经有那种功效存在,也好像很自然的事情,也没去特别的去标榜他 对对对 老前人,你看也没有特别去讲什么 你有六神同仁,你也不会,你像六祖你看,被那个自策砍三刀 他都没有死掉,他还会讲话,自策砍他的人,听到他讲话,他就晕倒了 我就跟他讲话,他都分很久了,这次六祖叫他走,不然你念他去给我们的土地给他害死 那像这种,就是属于,他已经跟水火风土,已经融合一体 那融合一体,一般我们来,我们知道的,都知道说 一般我们来说,开始说,若见阴炎,即使建法,即使建法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阴炎,阴和炎,我们怎么去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知道 譬如说,我们就经常听你说,我们政府就是四大贼和 那是去给你清洗之后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全部都阴炎 所以你没看人去家 没看人在建工地在做木 没人 你所有看到的都是阴炎气味 我们的工和味道 现在合作会,形象在那里走出来 去到末里在那里灌,有吗? 每一个,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都是阴炎 阴炎形成那个像出来 阴炎形成那个像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像,看到那个过程,我们就是看到法 看到那个法 看到法就是看到佛 说话就比较清楚 说话就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佛性充塞整个宇宙系空 虽然这个形象,但是也没有阻碍佛性 虽然这个形象,但是佛性 我们没有被它阻碍 一样穿透 你要看外面声音来 我们也一下子穿透 走到外面都听到 所以这个,它没有办法阻碍佛性 佛性充塞整个宇宙系空 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的这个佛性 你如果看到那个阴炎,会合 你就见到这个法 那个法,法 就是看到那个法性 法性就是佛性 那就是佛 不可以看到现象 现象是虚幻的 你看到那个 在计会的阴炎 有没有,有阴有炎 有阴有炎,那就是法 这个法,他的法的本身就是佛性 没有形象 那个因缘就是说,不拒绝诸相发挥 慢慢在现象的 我们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的佛性就是虚空 虚空无相 没有形象 不拒绝诸相发挥 所有的诸相 都在虚空发挥出来 虚空就是我们佛性 我们的法身 现在你形象显现 显现那是以免忌讳 你显现,既然有显现 他就有消失 就有生就有魅 有生有魅 你现在这些现象都消失魅 你的虚空不动 所以不管他忌讳了 所以不管他忌讳了 不管他消失了 不管他忌讳了 我们自信都如如不动 我们要见到这个法性 就不能有能有守 我能见 那就有守见 能守一对立 就是生魅 生魅就是咒用 就不是本体 能守就是住在向上绕能守 对 什么叫人守一部分都不知道 能守 我说 我们现在如果漏入 我能看 我能看 并且 能看的就是我向 一定有守看 一定对立 就有守看 守看的就是人向 我们现在守看的 很多 不是一个 很多 那个叫众生向 我们连续不断的看 不是说 我看 我只要一看 好像照相机 闭起来了 不会嘛 就连续看 那个叫受者向 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就是四向 我们现在 没有这些四向 就是没有能守 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真心 跟虚空是一体的 所以 心 跟这些静 都合作一 合一 所以 不是 我能看 我守看 没有 已经把能守合成一体 整个都是我 整个都是 虚空都是我 就不要能看 也不要守看 那都能看 那都爱跟能看守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